心得的好朋友 核碩董作童子賢 再度公開的表態 贊成核電廠研議 還喊話核能應該跟綠能 來攜手共建 各界期盼新政府 能拋棄過去的意識形態包袱 重新檢討能源政策 跟改善兩岸的關係 蔡政府過去狂捧 非核神主牌爆出能源危機 眼前再生能源卻只有9.4% 離理想的20%差很大 昂貴的天然氣占39.57% 但運輸受限 燃煤占比破4成 卻違反全球零碳排潮流 在一黨提案要推動 核子反應器設施 研議條理草案 核一核二核三都演 核四經過專家評鑑 可以的話重啟 核電如果不到30% 將來2050年 絕對不可能禁零的 新政府能否拋棄 反核意識形態 准總統賴靜德 日前的隔魁頭號人選 何說董作童子賢 一概30年前反核立場 再次公開這麼講 核就跟航空跟醫療一樣 是一項可以服務於 現代文明的一個技術 如果好好的用的話 它可以陪伴著綠能 攜手共建 核跟綠這兩個都是不排碳 然後天然氣跟煤 跟再生能源都是排碳 但成您剛才提的 那個叫做什麼廠的這個 因為它耐用受限 再加20年沒有問題 民眾不只期待 賴政府能扭轉能源危機 也能翻轉兩岸病動關係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宣布 將會積極推動 包括旅遊在內的兩岸合作 是不是能為台灣的觀光業者 帶來旅遊春天 讓兩岸破冰 進入大交流 台灣政府方面 應該把握這樣的一個契機 解除淨團令 如果他們也一樣可以 善意開放 而且是有官方的 我們也可以同時 就是在雙方的 如果去洽談 就同時開放 這也是我們的目標 隨著520島署新政府 仍是陸續就位 從能源到兩岸政策 各界期盼賴政府 能真正讓百姓看到春暖花開 街上我李嘉雲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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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